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队参加这就是街舞 队员获得军 娱乐圈爽文都不敢这么写 但是它真实发生 王一博身上了 王一博活起来的一部分原因不不归公位 他父母的基因好 长得好看有辨识度 颈椎星女孩基本都是颜值及是正义 从小教养 好 除了长得帅 全身上下的气质还透露着贵气 距离感 天生大明星的气质 娱乐圈红与不红的《遇天差地别》 曾经王一博和UNIKE成员一起参加颁奖 动 所有成员名字都叫了 张大大作为主持人为没有叫王一博的名字 现在王一博上快乐大本 即使在边边角角没有想表达的欲望 镜头依然围绕王一博展开的主持人 也会时不时Q王一博 是王一博红了之后的礼遇 也难怪黄博会说 红之后身边遇到的都会是好人 如果说王一博一使让你注意到他的话 就是他在天天向上当一 话不多的主持人 或许你很难相信 2016年汪涵会选一个拿着话筒但是没什么话说19岁的小孩当天 兄弟 毕竟当时王一博的竞争者有彭玉唱 宋威等 但是你绝对可以相信韩哥的眼光 这也是王博回国的第一个机遇 王一博对自己也够狠 王博曾经蒙眼跳舞的时候蒙眼的布挂到了自己 耳钉 王一博直接扯下来 导致耳洞直接扯破了 自己够狠 在工作上也发痕 现在连轴正红眼行 是尝试 手握四十几个代言 现在仅仅24岁 唱歌跳舞演 是基本的 王一博还会摩托滑板主持 影视宗权 发展 兴趣爱好变为特长 从一开始的一个人跑告 基本上只有天天向上这一个固定综艺的主工作 有一年主持人问王一博有什么愿望 他的望是希望自己工作多一点 这是不是很像刚出会的社畜发言 能吃苦 经常做红眼航班 有事业 敢说敢做 这都是在极极无名之时 王一博未成做的准备 如果说真正让王一博红起来的 是2019年参演的电视剧《陈情令》播出之后 他在里面饰演忘机 而蓝忘机从一开始的观众觉得他面无表 到后面的真香 现在无疑难忘机已经是他表演代表作之一 并且不得不说王一博的迅速窜红 有大热CP博军一销的加持 和同位陈情令的男主战互动 让观众们发现了王一博台上和台下的同一面 俗话说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陈情令火了 这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 而真正让他捐粉顾粉 稳住娱乐圈地位 成为娱乐圈顶流的 是他的不可替代性 试问娱乐圈哪里还有一个极可以跳舞 又可以滑板 还可以参加摩托车竞赛的男明星 这无疑是他的标签 摩托滑板舞蹈 每提一次 观众会心有灵犀的想到 就是王一博 王一博抓住了陈情令这个机会 他让蓝忘机从书里走了出来 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 收获了粉丝 收获了流量 并且收获了资本的认可 随后他拿到了和赵丽颖演艺有匪的机会 这让他在娱乐圈的表演部分有了一席之地 和演艺圈前辈赵丽颖演艺大IP男主 不可谓不香啊 你不得不感叹 红了真的好 那些吃的苦受的罪都没有白费 现在你知道王一博为什么这么红了吗